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即将到来 会弘扬传统孝道文化 周廖相公所举办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十八位模范父亲及家人们一同上台接受表扬 父亲是家人的支柱及靠山 言行举止深深影响着子女及整个家庭 被选上的模范父亲及其子女们都感到相当荣耀 先远张有归及蔡明轩表示 每位模范父亲背后都有一段奋斗的历程及家庭故事 都是值得大家学习的表率 而表扬只是将感谢形式化的方式之一 感谢不应该只是在父亲节 更应该在平时展现对父亲的爱 办得有声有色 周廖相公所借这个机会来表扬他们 来慰绕他们 也在这里祝福天下的父亲节快乐 我们只是祝今天的华东来表扬 平常是我们就要来做 大家最好都来带爸爸来分担家屋 来跟他们问问他们的 辛苦没有做事的辛苦没有 来跟他们威乐一下 如果时间都带出你走走看 陪我们的时代人 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父亲节礼物 每位爸爸在儿女的心中不但是可大树 家庭中的巨人及超人 更是家庭经济的最大支柱 千元料子佑及唐小芬 感谢于肯定这些模范父亲 为家庭的付出 那我们中寮乡一直以来 长期来都是为土偏向又是山区 所以这些的父亲们真的非常辛苦 可能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都在是为了家庭在打拼 那种植这些农特产品也非常的辛苦 所有爸爸都是希望 建立一个很幸福一个美女 一个很健康的家庭来努力 感谢所有的爸爸 爸爸的辛苦从不说出 呼吁儿女们记得在父亲节这天 大方向爸爸表达感恩的心 也要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们身体健康 你们永远都是儿女心中 最强最有力的支柱 记者洪一伦南投采访报道